新北市长侯友宜在确定要选总统之后 持续他的拜会之旅 在今天他在脸书上是贴出了 他和前总统马英九的合照 看到两个人手上是拿着马英九 在上一次访问对岸和平之旅时的杂志相关报道 侯友宜是说和平需要自信坚定平等对话 还提到国家必须要正衰起闭才能 解民所苦 他也提到说和马英九两个人交流了相当多的议题 包含两岸关系和平稳定 以及两岸常态交流等等 在这一趟主要也是要向马前总统来进行起义 另外他也强调说中华民国必须是要走在和平的道路上